超越了美国名叫Andre Agassi 之前他跟Agassi并列60个冠军 在他之前有Roger Fezbo 还有John Macro 以及Evon Lando 还有Jimmy Connors 等待他去超越 Connors的109胜是史上的最多 我想100个目前对很多选手来讲 可能是几乎不可能的 难道有几个 难道也很多 非常 再来 好球 再来 好球 这个一直都是Nardello最难被突破的地方 不管你怎么样掉动它 不管你的气球再弯再刁转 你看这个球 也看这个球是抢救不到的情况下 在奔跑过程当中 Nardello就是有办法找到那个空档 实在是惊人 刚才那个球太精彩了 我回答你刚才的问题 Evon Lando 94个男孩的冠军 包括了八戒的大门冠 所以你看现在九十一百 这个关卡大概很难过 第三名是谁 77个 77个可能有希望 Fedderland Fedderland 跟吴飞了 他的身体柔软度真的非常好 他是一个非常有运动天分的一位球星 当然前年因为他打完奥网之后呢 受了一个伤了 那一年他后面三个大满网都没打 那一年他后面三个大满网都没打 因为再难的球 好像他都有办法 哇 今天三局被打完 已经用了二十分钟 如果每一局都这么打的话 那今天这场比赛可能又是一个马拉松比赛 对 奥网史上第一场跟第二场比赛 Nadell都有参与 2012年决赛打了将近六小时 Nadell输给了Jokovic 在之前奥网最长一场比赛 09年的准决赛 Nadell也是期待自己的同胞Verdasca 我们看到了 虽然用的时间长 但 这些都是比较以反派切成 当然Jokovic已经可以抽球了 他是在比较后期的嘛 那他现在3比0的领先 那年代 跟现在很大一个不同 那我觉得我加大他的球拍的面积到98 那年代拍面的面积都是小于大概85左右 小于8 胜区小于80 对 就是木派 嗯 而且当时呢 大部分的场地都是草地 所以跟现今是很大的不同 我们看到Rafa写字后面 09年就是他唯一的拿到当 奥网冠军的那一年 等到今年法王的时候 你会看到有8个 哇 这种角度 我想谁来跑 大概都有困难 刚刚第一个球 就已经把Mon Phi带到场外了 再加上这个角度 虽然Mon Phi是勉强碰到 大概也没有任何准头了 所以今天偶尔分数 一次 应该是不够 大概两次或三次 连续攻击 很明显 今天这一开始 双方 特别是拿掉第一个巴掌 被逼得很惨 在拿掉顶过之后呢 那慢慢的他能够取得 在底线的一个主导拳 两头调动了Mon Phi的脚步 对 当然节奏慢慢适应 信心跟着也就来了 所以大概也就没有 那么样的怕了 因为Mon Phi 其实也是一个可怕的对手 哇 马上来了 突然间又发明了 所以这也是 不是普通人做得出来的 过去的Andrea Agassi 偶尔他也会展现 这方面的功力 就是强发力 嗯 虽然动作不是很大 不过他具有强发力的 这种功力 这种功力不是人人有 也不是一般人学得来的 嗯 又是个代切的八球 所以今天在开局 过了1400万的已经 史上第一人 实在是吓人 对 他本来是从三月才 再复苏 对 二月 阿宝要什么 好 谢谢 谢谢 而且去年 在印第球场 我们的Leal 36勝400 是仅次于Jokovic 这球还是掉下来了 对 你看这个球 抽的其实幅度 跟高度都相当的高 所以眼看这个球 好像也要飞出底线 不过这个球 因为强力的上却 最后硬是下坠落在界内 哇 抢救的技巧 所以 现在阿曼牛呢 他带给对手呢 无论在发球 或接发球上面 都是非常大的一个威胁 对 虽然他 谈不上是发球的高手 不过呢 绝对是接发球的高手 哇 他去年一整年 保发球率88% 在全世界排名第三 诶 How about that 也是高手 好 那他的鬼发球当然不用看 对 是世界第一 哇 再来 哇 非常精神的桌台来回 走一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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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多次的互相抢攻的情况下 摩菲 这一分抢的是漂亮 那 否则 那这样的优势 可能还要再往上推进一步 那 这一分拿下来之后 对摩菲的信心 或多或少是有一些帮助的 嗯 刚那一分呢 他本来会打到21球 够赢了 有机会破胆 该要猛屁 这也是法国猛兽级的选手 哦 他在往前非常对望的一个转身子的反扣 他照常对方的挂网 你看这个钓短球其实不差 偏偏 那得有刚刚这个反排球打得次够深哦 让 莫菲没有办法打出更有效 而这个高球的反派处理也是处理得相当好 就在情境之间 刚才可惜这个球拉不过 所以回到第五次 这个反派球打得是够深 让孟非没有办法打出更有效 而这个高球的反派处理也是处理得相当好 就在情境之间 刚才可惜这个球拉不过 所以回到第五次 二次 小心啊 这个反派球局再保不下来 第一盘大概就要保不住了 很快就要保不住了 这个好机会 难得的Nadell在没有太难的情况下所翻下的失误球 基本上不是把Nadell逼到绝境 基本上Nadell是几乎不太可能犯下失误的 今天基本上受邦都没给对方喘息的空间 请问一下美国籍的主审Jay Garner 刚刚那个赖场出界所以他就没有挑战 这个强化力又是没打好 而且是打在网子的正中间 你看今天才打到五局不早 两个人在这球衣已经完全湿透了 这样好像跳到游泳池里面一样 来 难道赶到最后挑戳剑 相当惊险 这个球差一点 再多来到局点 好 谢谢 哇 新的那个爱情的Ace 终于破弹 观众给他拉了一个掌声鼓励 并不是他不是乱得到 还是会猛逼破弹 让人帮1比4 为什么这个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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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这个监督